是 无线列车片电影大卖 连带着周边商品也热销 连剧中鬼杀队剑事灭鬼的拳击中呼吸法 也被讨论是一种强化瘦身的方法 引起不少话题 肚子要用力 吐的时候 手一起放下来 然后吐的时候 肚子也要用力 所以你整个腹肌啊 还有 屁股啊 都是夹住了 所以对一般来说如果你 还没有 运动习惯的人 你可以藉由这个 呼吸的方式 调吸的方式达到一点 效果 是会比较好的 但是 他这个可能要 持之以恒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那如果你单纯只靠呼吸的话 饮食啊 跟生活习惯 睡眠都没有控制的话 那效果可能 还是会有限 恩主公医院中医师 黄敬仁说 呼吸法瘦身 源自于日本 与台湾的八段井 相似 但只是强化心肺功能 恩主公医院 营养师林美宜也说 减重门派很多种 但控制每日 摄取的肿热量 才是王道 其实基本 均衡饮食还是最重要 就是 不管你用任何的方法去 执行减重这件事 呃 该摄取到的营养素 当然还是一定要吃到 那再来 其实真正 要有办法让体重减下来 总热量还是 最主要的啦 不管你是执行 低碳 生酮还是168 如果说 用了这些方式 但你吃的量 还是超级多 就是 还是吃很多的话 其实 总热量没有下降 执行再怎么久 还是不会瘦 营养师林美宜建议 不应以激烈的方式进行减重 最好是饮食控制与运动 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才能拥有精彩的人生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